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原像原像 那时候没有人看得起原像 认为它不会涨 那时候我特别在节目中跟大家报告 从筹码面整个结构 它躺在地上装死 记得吧 我想我讲这个话 大家当时应该听得清楚 好啦 其实股票操作 这个 对不对 大家很清楚嘛 原相大家都看在眼里嘛 今天又九字头了 那今天先不谈股票 指数的操作 刚刚四分也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今天台股最后涨多少点 台股今天涨三十多点 台子期呢 最后是涨六十多点 但今天老Sanga 我怎么样 凭着我三十年的功夫 今天我帮全国投资人 掌握到多少点的行情 你想得到吗 两百点 两百点听清楚 台股最后 台子期涨六十多点 加盐指数涨三十多点 我今天怎么样 拼了我三十年的 这个老功夫 帮全国投资人再掌握到 两百点的行情 指数你要知道 四百点就是倍数的获利 两百点是多少 fifty percent 今天短短一天 我是怎么做的 来 我想上个礼拜五 大家很清楚 台股怎么样 下杀 下杀 对不对 上礼拜五台股下杀 台子期呢 怎么样 杀破九千一 我上礼拜讲得很清楚 我一般投资人 对吧 我三十年了 看到我 对不对 就正好是大盘会跌到呢 对不对 有没有 上礼拜五是不是特别举例啊 一天到就正好是大盘会跌到呢 去年十月跌到八千 我正好是要崩盘了 是要崩盘了 去年八千我带你做多 涨到多少点 是不是快八百点 我没有夸张嘛 十二月份又杀到八千八了 正好是要崩盘了 八千八带你做多 涨到九千三又五百点 好 这些都过去了 上礼拜五就好了 对不对 我说我讲十月十二月 正好是这样 那都是去年啊 好汉不提当年有 上礼拜五 是不是下杀 我说拉回干什么 全球投资 我台股拉回买点 麻烦你 麻烦你 麻烦你不要每次跌了就来 张老师大盘又跌到哪 对 一天到晚 拉回来再买点 你要好好地珍惜嘛 上礼拜拉回来我讲什么 我抠讯都给你看了 全国投资人做见证 上礼拜十点二十二分 金秤回跌九千一附近 再度再度再度买回多单 十点二十二 到了十点半还在九千一附近 还在九零八级 拉回九千一你赶快买 张老师外资卖超 台股下沙 拉回九千一好好的把握 有没有 上礼拜有没有 告诉你拉回的买点 好好的把握 我讲得很清楚 二零一五 绝对不是空头格局嘛 对不对 不论是物联网半导体 对不对 震都要蓬勃发展嘛 穿戴装置 Apple Watch 这都是台湾的受贿啊 再来执政党 大家很清楚嘛 对不对 想尽办法 这个这个怕 对不对 怕震党轮替啊 这很麻烦的 很多事情会被揭开 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政策方面 你放心 绝对是有利于多头的发展 产业方面物联网 绝对是台湾 整个物联网半导体也好 台积电带头也好 联发科也好 所有的IC设计也好 甚至像原项也好 对不对 这都是一再告诉你的嘛 再加上国际 这个美国 虽然QE去年10月做一个ending 但是欧洲又来了 对不对 欧洲又来了 五千亿的欧币耶 五千亿耶 这吓死人了 对不对 钞票好像 这个拯救经济 大家都学会了嘛 有样学样嘛 对不对 再来这个 日本也是啊 这个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 我的经济学的教授就跟我讲嘛 这个什么是资本主义 对不对 什么叫这个资本上市 就是说这个股权分散嘛 everybody嘛 但英文有句话 everybody means nobody 大家就是没人的 你怎么知道 所以现在执政者 反正每四年政党轮替一次 我那么节省干什么 拼命发钞票 拼命乱印 我跟你讲 这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来 将来的一条不归路 你看每个政府 最后都是负债累累 为了讨好老百姓 就拼命印钞票嘛 对不对 干嘛 像马总统 一下又砍18% 一下又什么 对不对 油电双掌 叫老百姓节省 最后的 大家 对不对 下场很惨 所以以后资本主义 我跟你讲 当然这是后话 但我们心里有数 这个资本主义 最后搞的每个政府 绝对负债累累 我干什么得罪老百姓呢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 消费券乱发嘛 钞票乱印嘛 好了 这是后话 但anyway 最起码 我们可以预见的今年来讲 国际金融也好 这个科技产业也好 物联网也好 台湾本身的这个 这个政治的这个氛围也好 今年不是空投格局 既然不是空投格局 就有利于多头嘛 那有利于多头 上礼拜下沙 当然麻烦你拉回做多嘛 有没有 9000拉回做多了 那张老师跌了 还跌到908几 是啊 我说拉回9000 你赶快做多啊 今天一开盘你告诉我 我送你多少点了 请问多准 今天一早9点钟 9260 上礼拜下沙 9082 对不对 当然我没那么厉害 买到9082也不需要 我说拉回9000 你赶快买 9000 今天一开盘 全国投资人 多少点啊 你告诉我多少点 一开盘呢 啊 160点 160点 期货一口就三万多耶 哎 但是今天开盘 学问来了 一开盘 哎呦大涨160点哎 你要懂得卖啊 你懂不懂得卖 你不懂得卖 咻 又跌了120多点了 啊 期货就是这么有 有有 这么有趣的东西 啊 投资人看到下沙 就不敢买 啊 想拼命卖 甚至放空 对不对 一看到今天一涨160点 就拼命想做多 等你一想做多 我跟你讲又杀了120点 所以啊 江是老的辣 你虽然做期货指数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 对不对 三十年的老 老江湖 啊 你不要随便找一个 学校刚毕业 我跟你讲 那很麻烦的 啊 你看今天一找 我在干什么 啊 上礼拜下沙 啊 没有人要 啊 我请投资人 赶快进场 9000一 赶快减便宜 有没有 下沙买 啊 今天一早 啊 九点钟 九二六零 哇 大涨160点 来来来 大家自己看 我们全国投资人 一起做建筑 八点五十 今天八点五十 没有这通讯息 你不要客气 你打电话进来 啊 我赔你160点 今天一早八点五十 台子九千一 附近的加码短度 称大涨 九二二零以上 随便卖 看得懂吗 你们看得懂吗 我只能告诉你 这是三十年的功夫 张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 今天一涨160点 你懂得卖 三十年的敏锐度 赚钱就是这样 你不要每次一跌 张老师会跌到哪 上礼拜一跌 张老师要崩盘了 对要崩盘了 对不对 你去卖嘛 你去空啊 对不对 今天一早 张老师好耶 大涨耶 美国大涨耶 对不对 哇赶快做多 对不对 哇一早你去追 一追马上赔120点 上礼拜下杀 叫你赶快九千一买 今天一早八点五十 九二二零以上 你随便卖 B点金给我卖 是不是大涨160点 卖完是不是杀了 120多点下来 今天是不是160点 全都得这样 好了 那话讲回来 我刚刚是不是跟大家讲 今天200点的行情 那还有将近四十点去哪里 待会 好不好 待会 我再图解给你看 今天杀下来 我们怎么样带着投资人 再度切入台子二月的 因为一月这个礼拜三要结算 我们对不对 我们这个这个 要打这个漫长仗的 所以今天开始布局二月 今天怎么样 二月一布局 又是将近四十点的行情 待会 通通证据给你看 抠讯也给你看 好不好 好了 恭喜大家 上礼拜听话 今天废话少讲 开盘就是160点 赶快获利落贷 好不好 杀下来再接 好不好 再来讲到股票了 那我讲股票就是这样 你要掌握主流 对不对 我们讲 男人怎样 怕选错行 女人怕嫁错狼 对不对 买股票 怕买错主流 很简单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今年最旺的产业是什么 爆发性的商机是什么 什么商机是去年没有 今年开始蓬勃发展的 我已经解释很多给大家听了 是不是 那乌联网 对不对 不仅我在讲 张中文先生也斩钉截铁 Next big thing Right 那我想前两个礼拜 外资在乱砍台义店 对不对 哇 怎么看坏台义店 结果呢 对不对 我们这个张老爹出来 法术会 大家吓坏了 不仅去年第四季 营收创历史新高 今年第一季 还要再拼历史新高 第一季什么时候敢拼 第一季都是衰退的 那为什么今年第一季会这么旺 物联网 对不对 张老爹也一再讲 整个半导体 那2020年 全球物联网的装置 高达真的是百亿台起跳 甚至千亿台 那你告诉我 每一个物联网装置 都要有所谓的感测器 都要有所谓的感测晶片 都要有所谓的处理器 CPU 这不都是半导体吗 这些不交给台义店生产 要交给谁生产 现在IC设计 百分之九十都是晶圆代工在生产 它哪有能力自己生产晶片 一个晶片你看 每年的资本支出 开玩笑 那都是三千亿台币起跳的 IC设计公司有这么多钱吗 对不对 所以未来 半导体 那是最大的事 甚至所有的软硬体的 总产值高达九兆 学生小姐 物联网我也讲过 三代架构 三代架构 不论是从应用层 网路层 感测层 未来所有的感测器 都要有所谓的感测元件 感测IC 感测晶片 对不对 再透过所谓的联网装置 所谓的无线的 WiFi的 NFC的等等 再来传达给 透过云端 对不对 再来所谓的环境 智慧交通 Family家庭 智慧家庭 顺道提一下 对不对 明天20号 来南港 是不是 智慧家庭展 欢迎大家有空去 好不好 那这个一定要去看一下 了解整个物联网的 趋势产业 好吧 那很多东西 Family也好 这个城市的管理 甚至这个 未来能源 食品 等等 以后万物皆可联 以后万物皆可 24小时 control 你懂不懂 这是物联网的 20小时 control万物 这不得了的事情 好不好 好 物联网我讲过 会带动整个 IC的设计大行情 每一个联网装置 最起码 绝对要有什么 感测晶片 无线联网 对不对 来 这一次的 Apple Watch 今年的 这个行动装置的第一枪 对不对 它特别具备了什么 影像感测器 用来干什么 侦测心跳血压 那再来内建什么 NFC 等等蓝牙WiFi 是不是 那关于感测器方面呢 我也一再 这个送给大家 从封关前 来 送给大家什么 是不是原相 六十多块 没有人看得起 张老师啊 是不是 你开玩笑 原相会喷出 我讲得很清楚 他的心跳感测 获得了国际两大龙头 高通跟联网科 将来会卖到 整个爆发性的 你可以预期嘛 对不对 联网科是谁 高通是谁 两大龙头都 率先采用他的认证 那将来不采用 他的IC采用谁 是啊 所以爆发性的商机 未来的这个产业趋势 是可以掌握的 对不对 这是有所本的嘛 所以 封关前六十多块 七十八十 一路叫你重压大买 结果呢 全都没有 大家很清楚嘛 开春之后 台股是什么样子啊 九千三 上礼拜跌到九千一 台股是重挫两百多点的 那我的原相呢 整整大涨了 四十一percent 那上礼拜 我原相杀下来了 是吧 我讲得很清楚嘛 你认为原相这样就结束了吗 Apple Watch 怎样 现在Apple Watch 大家连个表带都还没有看到了 股价就已经从六十 调整到九十了 你要懂啊 你不要以为涨了四成就没有了 行动装置还没爆发了 心跳感测系 这种需求还没真正爆发呢 是不是 你不要以为他这样就结束了 上礼拜杀下来八十多块 对不对 今天再大涨 又来再攻九十头 当然短线上 在这个地方 会进行高涨震荡 必然的 这没什么了不起 涨了四五成了嘛 你总是让他休息休息嘛 但是怎么样 你要马儿怎么样 要马儿肥 马儿跑 你要先让他吃吃草嘛 所以原相短线上 大家不要急 所有风宽权听我的话 我恭喜你 对不对 你已经百分之四十 在手里了 短线上 当然高出低进 好不好 那八字头 拉回来 麻烦你 还是要站在买方 你不要原 对不对 原相跌了就完了 没有 产业趋势 还正热 还正热 发热发烫 你懂不懂 所以短线上拉回来 还是要把握他的切入买点 对不对 那上礼拜也跟大家讲 拉回来要再把握他的切入买点 那也很恭喜 上礼拜很多投资人 对不对 根据我们的操作 今天再度大涨 好不好 再度大涨 那再来 送给大家NFC 也是一样啊 是不是啊 当时七十块的NFC 自贯呢 第三方支付 你打开报纸 这两天 所有报纸都在跟你谈什么 立法院怎么样 上礼拜通过第三方支付 我张大文老仙卡什么时候跟你谈第三方支付 所以我就告诉你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到这里天看到报纸 第三方支付通过了 第三方支付要 商机要开始 在台湾要爆发了 我来找 看看第三方支付有什么股票 有 自贯 来你买啊 这两天看到报纸你买啊 多少钱 109 三个月前你听张大文的话 多少钱 七十块 所以什么是三十年老仙卡 要就做先知先觉 你不要后知后觉 对不对 张大文没有别的 永远带你走在前面 永远带你走在前面 好 再来指数超速 我刚刚讲过啊 今天 对不对 只有三四十点五六十点的行情 我们怎么样抓到两百点的行情 你以为这天上掉下来的 我告诉你 这是三十年的操作操盘的功夫啊 指数我讲到掌握趋势 对不对 那一路从八千五 八千八九零三五 一路请你做多 你看看 八五零请你做多 先生小姐 七百五十点 八八二六拉回再做多 挑战全高 多少点 五百点 这每一个转折都是老仙格的心血 我告诉你 我不是跟你随便乱讲的 好不好 那九三三八告诉你 出现短空向下修正 结果呢 是不是 杀了三百点 一月六号记得吧 开春之后 重挫 我说九零三五 再度翻多 Kiss城市翻红 再度 主力大户进货 向上翻多 短短两天 一月六号 一月七号 九零三五 连续大买两天 学生小姐 到了一月九号 三百点 我想说 你要指数 你要每天啊 十几点 二三十点 那边撞来撞去的 那你去找别人 我没兴趣 对不对 小鼻子小眼睛的 搞什么东西 你跟着我 对不对 我们这个大师级的操盘 我们就是掌握 百点以上的转折 大鱼大肉嘛 对不对 每天咬那个鸡脖子 鸡脚 那不会啊 那吃了别松快了 对不对 九三三五 三百点 恭喜发财 一月九号 请你把握获利 上礼拜五 是不是杀到九零八二 我说拉回来 赶快再买 机会又来了 你还听不下去 有没有 一月十六号 上礼拜五 台子回跌九千亿 赶快再买 张老师大跌 你叫我做得多 今天一开盘 一百六十点 这又是实在的 真枪实弹 一开盘 你不要高兴 对不对 你们一般人 看到大涨一百六十点 你就开始怎么样 忘了我是谁 少来这一套 赚到钱 懂得放到口袋 好不好 来 所以一开盘八点五十 九二二零以上 赶快获利 有没有 获利杀下来 这是台子一月的 你看看 接下来台子二月 有没有 台子二月 你看我十一点三三分 台子九二二零 是不是获利啊 卖出啊 台子二月回跌支撑 九一五零 我们再度买回多单 有没有看到 台子一月一早 卖出九二零以上 告诉你去买台子二月 九一五零 到了十二点四十分 还九一四七 你告诉我 十一点半 九一五零 十二点四十 过了一个钟头 九一四七 有没有 通通买得到 尾盘呢 九一八九 是不是又快四十点 那你告诉我 今天一早 一百六十点 听我的话 放口袋 拉下来 再接台子二月 尾盘是不是四十点 那你告诉我 四十 加一百六 今天不是 轻轻松松 两百点 抓在手里吗 你做得到吗 你保证做不到 哪那么简单 对不对 我弄了三十年 你以后生下就会 好不好 今天照样 帮大家 掌握到两百点的行情 这是真功夫啊 哦 好不好 这个坐直数就要这样子 掌握到重大的转折 不要每天在那边摸来摸去 撞来撞去 那没有钱 好不好 那待会回来 有一些重要的股票 跟大家分享 好 跟当房清分析 我们讲到之后 马上回来 一百块超级 一百块而已 용赚的 浩克赞 股市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美的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台湾好所在 全新改版 带您掌握国内外房市卖动 现场直级 全台各地中古屋和新城屋 审美观察 设计师 房屋主 主梦原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看房子 挑房子 台湾好所在 一次告诉您 请锁定三立财经台 台湾好所在 全新出发 爸爸 你戒烟 我每天给你奖一小贴纸哦 只要一贴 客烟帮你有效戒烟 一天一片 效果持续24小时 客烟贴片 烟瘾突然来了 嚼薄荷举决定 效果好 自信的女人 比日梦瑞士保绝表 自信的女人 比日梦 瑞士保绝表 反正在参加 请你看 明镜ato especially w Shirout lage H justify 分明镜 不过 欢迎回来 2015年除了物联网 除了第三方支付之外 还有哪些个股值得琢磨的 赶快再把时间交给大文哥 老话一句 错过原相跟错过自观 今天有一档很重要的股票 书一看 watch closely 好不好 物联网 Apple Watch 我讲过 影像感测 NFC 这都是一再跟大家报告的 影像感测 从六字头 喷到九字头 你看过不过瘾 短短两个礼拜 那我讲原相 你不要以为它长完了 短线休息整理 今天再度 开盘再度大涨 那自观一样 NFC七字头 自己看看 这已经多少 你今天打开报纸 都在跟你谈NFC 谁跟你谈第三方支付 早就跟你谈 已经大涨快六成 再来迅捷无限爱惜 大涨将近快五成 对不对 三开头五结尾的MCU 一样 大涨三成 近期来的创新高 来 特别注意 这档物联网的光学商机 它的光学产品 打入了Apple 跟小米的供应链 又是一个标准的底部筹码 进货发动 四开头五结尾的 那大家讲小米 怎么样 三年前小米 只有一千多万支 今年出货量上开 一亿支 所以这家光学 它的产品 它已经切入了 不论是Apple也好 不论是小米的供应链 那这两天 大盘虽然拉回修正 已经很出现了明显的 怎么样 攻击放量讯号 已经有大户大资金 开始积极地在发动 好不好 那这两个吧 也十分值得你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把握 好好的珍惜 OK 结论 所有错过原项 好不好 从六字头到九字头 自贯从七字头到三位数的 麻烦你 股价拉回的买点 再度出现 你一定要赶快跟上 赶快布局 到底来探大金 好 台北股市今天插九千两百点 林门一脚 不过很多个股市 从这一波行情来 都已经强势表态了 各个行情分析 明天同一时间 请你锁定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